富有父亲的价值是怎样的? 他对罗伯特说了什么? 使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接下来,我将从两个父亲的价值差异 和两个富有父亲为罗伯特上的两节课程谈起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本书 这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金融工具 名叫《穷爸爸富爸爸》 无论你平时对金融还是不感兴趣 你都听说了,这本书是一本有趣的书 从2000到现在已经是18个月了 一直稳居国内销量榜首,其他的都是前十 而这本书的封面却是一片紫色 至今,该书仍保持着稳定的销量 占据《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总共售出了近3000万册 分布于109个不同的国家 这是一种近乎颠覆了一代金融理念的转变 为什么这本小说如此受欢迎? 首先,这是一本很不错的金融书籍 很多金融书籍里面的数据都很难理解 但是,这本却不是 因为这是一本简单的金融书籍 里面的原理很简单,很容易理解 只要是有文化的人都能轻易地理解 另外一个更大的理由是 这部小说是根据作家的个人经验改编的 里面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就好像是一部正反两面的对战 最终由正道和邪恶对战 最终由正义的一面慢慢击败恶人 这样的故事很有趣,但却很少见 这本小说的主人名叫罗伯特 清奇,原本生于美国 一个平凡的中产阶层 和一般人家的子弟一样 都是在正规的中学里长大的 不过和一般人家不同 他有两位父亲 一位是自己的生父 一位是自己的父亲 一位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 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 有着一位优秀的学者 有着斯坦福和芝加哥的硕士学位 在旁人眼中 这就是一位高级的学者 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薪水也很高 衣食无忧 几乎可以说是大部分人做梦都想要的 还有一个老爸 他的老爸 一个高中生 还没有从大学里走出来 就已经是实打实的生意人了 他从小就和那个好友在一起 他的好兄弟也是事如己初 平日里在教导好友的同时 还会对罗伯特进行一些教导 罗伯特在同一时间 接纳了两位父亲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后 便产生了冲突 他的父亲 在很多人看来都很好 可是他却很清楚 自己的父亲 一辈子都在为金钱而奔波 而他的父亲 则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不仅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还赚了几十亿美金 在芝加哥也是首屈一指的富豪 面对这两种事实 罗伯特只能做出抉择 他只能选择一个人去信任 而他也会去接受创业者老爹的观点 这让他在几年之后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富豪 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 可以享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而不是像自己的父亲那样 为金钱而奔波一生 那么这个富有父亲的价值 又是怎样的 他对罗伯特说了什么 使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接下来 我将从两个父亲的价值差异 和两个富有父亲 对罗伯特讲起这一故事 第一段 首先 我们谈谈罗伯特的两个父亲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 这两个父亲都很聪明 工作也很勤奋 唯一不同的 就是他们在赚钱上的不同 他的生父 也就是那位有学问的医生 常说贪欲乃一切邪恶之根源 人当枝节制 不可满身铜锈 而另外一位创业者老爹 则经常说 贫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贫困会将人性中的邪恶 和善良的一面无限地扩大 而反过来 金钱就会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援助 让更多的邪恶被铲除 到了后来 他的两个父亲都死了 他的父亲留下了一大笔的银行债务 而他的父亲 则把几十亿美金 留给了他的一个好兄弟 让他的好兄弟继续他的生意 赚更多的钱 当他的生父 看到一件很昂贵的礼物时 他会说 我买不起 所以我就不管了 就像我们大多数人 见到北上广深的豪宅 都会有一种习惯 那就是 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能住得上 而他的老爸 却会阻止他说出这种事 也阻止他那样思考 他常常让罗伯特 和他的好伙伴们思考 我要怎样才能有足够的钱 来购买这些物品 你看看这两个老爸 一个习惯了用没钱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一个习惯了用问题 来回答问题 而不是回避问题 这两种思维模式 造成的长远后果 自然就是自己的父亲 不用大脑 智商下降 而创业者父亲 却一直在用大脑解决问题 智商也在不断提升 就好像一个整天窝在家里 一个整天坐在家里 一有时间就会出门 这两个人的身体素质 绝对不是一模一样的 他的爸爸老师说 这个国家真没良心 我们的薪水 有三分之一 都要用来拿税 创业者老爸常说 国家要征税啊 不征税 如何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 赋税只是一种奖赏 一种诚挚偷懒的手段 他的生父经常对他说 好好读书 将来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可以维持生计 你听听 这是不是跟我们大部分父母一样 都是要努力读书 如果不努力 将来就没有工作了 而创业者的爸爸则经常说 要努力读书 将来才能开办自己的公司 为他人提供更多的工作 你看到了好的公司 就可以把他们买下来 让更多的人去工作 你看看他的两个父亲 都有不同的目的 一种是害怕 一种是对自己的热爱 一种是对别人的关爱 自己的生父 在餐桌上 是绝对不允许谈论金钱的 他的爸爸 则是巴拉个接一个的 滔滔不绝 他的生父 在说起自己的金钱的时候 总是小心翼翼 每一次花钱 都要经过很久的深思熟虑 每一次花钱 都会让他痛彻心扉 生怕一蹶不振 而作为创业者的老爸 则没有那么多的顾忌 他让罗伯特学习 如何掌控自己的风险 当自己的资金能够掌控的时候 就可以放手一搏 在面临账单时 生父总会将账单拖延至到7日 但是创业者的爸爸却不同 他会提前付款 如果没有 就会被罚款 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信誉 对于他来说 罚款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这是一种耻辱 他的生父一向认为 国家会让民众满意 因此 他将自己的养老项目 交给了国家 因此 平日里他最关心的 就是加薪 退休政策 医疗补助 病假 津贴等等琐碎琐碎的事情 而他最想要的 就是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中 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 老爹可不这么想 他觉得 一个人一旦有了靠山 就会慢慢地变得虚弱 会对自己产生依赖 会失去上进心 而这正是贫困的主要根源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财政负责 不断地进修是最好的保证 当一个创业者的爸爸 教导他如何做一份令人难忘的履历时 他就会教导他 如何撰写自己的事业规划和财政规划 两个父亲都是身败名裂的人 他们的生父 在面对倒闭时会说 瞧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发财了 而老爹却会说 那只是一时的 我在银行里没有存款 但我有头脑 我有金融方面的经验 我还是很有钱的 说到这里 老爸老妈的钱观念和价值观念都很明确 看不起 不关心 最终自然是不可能得到的 而另外一个 则是关心 想要 想要更高的 于是 钱就会源源不断地往他身上流 这不就是一种励志的鸡汤吗 不 诚实对待钱很关键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却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 这其中的根源是什么 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优雅 骄傲的性格会影响到他们的成长 事实上 很多人都对生意人不屑一顾 例如 笔者就经常碰到这种人 他有一次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 要他的几个朋友签字 结果 一名女的跑过来 要他的签字 还问了一句话 罗伯特老师 我看了你的书 感觉很不错 不过 我想要点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已经拿到了英语专业的硕士学位 还在读研 但是因为我和两个儿子的关系 我已经甚无分文 所以他们 必须要把我的家给没收 我不能让他们把我的家给抢走 我不希望 我的儿子睡大街 我要让我的经济 变得更好 罗伯特道 原来如此 你是个英语硕士 你还是做个销售员比较好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女人一愣 你说什么 我可是有硕士学位的 而且还是专业的 你让我做推销员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我是真心想要讨教 你为什么要这么羞辱我 罗伯特见识不妙 连忙说道 我是想让你学习 如何将自己卖给别人 你是一个博士生 比美国99.9%的人都要高 你继续做研究 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做的就是卖自己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在白天做推销员 到了夜晚继续写文章 然后靠着自己的工作来挣钱 很快就能发财了 不过 女人并没有听从她的话 她很生气 告诉罗伯特 她只想当一个作家 而不想当一个销售员 罗伯特无奈 只好用手笔划了一下 自己的书页 你看看我的名字后缀是什么 这位妇女说 她是一位畅销的作者 罗伯特说道 是的 我是一位畅销作者 我的作品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我可以帮助别人 也可以得到更大的回报 我的实力不如你 你应该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从这件事上 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大部分人都在自己的行业里努力 用网络上的说法 那就是 他们只会生产 而不会做市场 而且 很多人都看不起生意人 因为他们认为钱是一种卑劣的东西 所以 他们会拒绝和拒绝钱 因为他们认为 钱并不会离他们太远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缺乏财物和商业方面的知识 你有没有注意到 无论是罗伯特的生父 亦或是那个拥有文学硕士学位的女人 他们都很有智慧 而且 他们的智力并不差 他们接受过完整的 系统性的学校教育 可是他们最终的想法 却是拒绝接受金钱 学校从不教授这种东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罗伯特的老爸 是个创业者 他们在商场上混了这么久 也在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财务头脑 他们从来都不认为 合法地挣钱 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他们最终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为这些优秀的学生提供工作 其实 无论是在商场 或者在大学 接受全面的学习 理财都是很关键的一项技能 财务智力没有 IQ那么容易衡量 也没有人会那么看重 不过财务却是一个人 脱离险境最关键的技能 不是说不管用 而是因为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尽早树立起这样的理财观念 才能更快地获得经济上的自由 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第二段 那么 该如何提升自己的财务智商 罗伯特的老爸 是怎么跟他说的 归根结底 有两点 第一条 有钱人从不为金钱而工作 也就是说 有钱人不会为了这一点 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和时间 这都是平民做的 有钱人都是专注于自己的职业 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工作 就算有工作 也只是短暂的 他们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发展 和工作而工作 而不是为自己的生活而拼命 创业父亲告诉罗伯特 一个关于浩子赛的实例 他说 大部分接受了正统的教育的人们 尽管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 但是从总体上来分析 他们却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 这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的特征 他们小时候被教导要努力读书 毕业之后再去找工作 所以他们就好像一头 被关在牢狱中的浩子 终于得到了一种安逸的工作 他们可以选择一种安逸的工作 可以是一种工作 一种是医生 一种是法律 一种是高收入 就好像一只在圆木笼里 狂奔的小耗子 看似很卖力 其实却是在绕圈 那么 如何才能从这个鼠背的圈套中逃脱 首先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渴望 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 不被金钱所诱惑 你知道 大部分人都是出于对金钱的畏惧 担心无法支付的费用 担心失业 担心自己没有钱 担心从头再来 大部分人都是金钱的奴隶 他们经常以低廉的价格 出售他们的劳动来消除这一恐惧症 而事实上 许多人所能产生的利益 要比他们所做的工作要大得多 罗伯特和他的伙伴 早就习惯于害怕和渴望 所以他们的爸爸 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并在很久以前 就学会了用一块钱来工作 要不要学会赚钱 孩子们喊着要做 爸爸说 可以 不过 我不会再拿钱了 我一毛钱也不会要 不过 我可以让你选择一份工作 首先 你要做什么 两个孩子商量了半天 决定先把书租出去 然后决定卖壳了 这时 一位创业者的爸爸走了过来 对他们说 他们的邻居的草坪 现在要修理了 一块钱一块 一个钟头 你要不要一起 两个孩子沉阴片刻 没有说话 好吧 一个钟头两块钱怎么样 当价格涨到五块的时候 罗伯特终于说 我们要做一家连环化店 老爸一听 总算是熬过去了 罗伯特回想起 经过那次事故之后 无论薪水有多高 他都不在乎 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是否能够从中 学习到自己所需的技术 学习和成长 成为了工作的主要推动力 这和大部分人的工作方式 都是出于对工作的畏惧和渴望 这是创业者父亲 教导他要做的事情 要不断地为自己的发展而努力 而不是一头 被关在笼子里面的耗子 第二项是学习区分资产与债务 你也许会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很多人并不知道 资产和债务到底是怎么回事 举个例子 如果你拥有一部汽车 你会认为 那是你的财产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汽车显然是一种债务 你要维持汽车 就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伯特的富有父亲 教会了他的第二条 也是财务管理的唯一原则 那就是找出不同的资产和债务 然后继续购买 这种想法 说得很直白 但其实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大部分人认为 赚的钱越多 越花钱越多 他们购买了很多债务 最终导致财务崩 就拿我们来说吧 一个人突然发了一笔横财 突然中了彩票 继承了一份财产 或许一开始 他还挺逍遥自在的 但如果他的脑子里 只有一种挥霍无度的想法 那么他很快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随着他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 他脑海里的这些想法 就会越来越清晰 这就是穷鬼的典型 有这样想法的人 再怎么能赚钱 也是个穷鬼 有钱人怎样花钱 他们不会用自己的资产 来偿还债务 他们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必须要用自己的财产来购买 换句话说 他们会尽可能地建立一个 可以赚钱的商业帝国 然后才有可能花钱 谈到买一笔财产 那是什么 比如房产 股票 基金 债券 这些都是有价值的 他们一般都不会买 因为他们很懒 也不会去管那些事情 而且 他们也会找其他公司 做项目 因为他们的资金很低 买了之后 他们的利润也会越来越低 根本不感兴趣 所以 贫穷的人们总是贫穷 有钱的人 会将这些金币 当成自己的士兵 就好像是一支大军 让他们随时为自己赚取金钱 然后自己去攻打其他地方 而平民们 却无法承受建造的过程 无法控制自己的购买力 所以 他们花钱买得起 这就是他们的本质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 在罗伯特学院 学习如何分辨债务和财产之间的差别 控制自己的支出欲望 让自己的财富积累到可以自己赚钱的地步 这是一种真正的管理方式 概要 这是本书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也许你会认为 有些简单 但越是简单的事情 就越是 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 许多人都会认为 这是一本古老的书籍 或许这位作家的建议 在那个时代或许有用 但到了今天 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事实上 真正的金融理念 是不会被淘汰的 真正的落伍的 是那些特定的理财方式 它让许多人的金融观念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许多人摆脱了月光的困境 假如你之前 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毫不关心 而仅仅是为了赚钱 那么 本书就会让你明白 这种做法非常的冒险 必须要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念 通过不断地买东西 降低债务 找到赚钱的方法 这样 你就可以早日获得经济上的解放